原标题,反美武装保守估计各个武装团体的总人数,估计各十万多人根据哈塔尔媒体的报道显示,目前伊朗被美国压制的已经快要爆炸了,从而开始着手反击美国的行动。 而在伊朗本土作战,显然是不明智的,伊朗也想到了一个既可以打击美国,又不伤害自家的方法,那就是对伊拉克继续加大排兵力度,同时联系各个反美国家的阵营,一起来对伊拉克发起攻击。 美国在叙利亚已经乱了阵脚,而伊朗又在伊拉克给他们制造麻烦,而伊朗退到伊拉克的作战人员,又相当的有理可疑。 他们给出的理由是,只因当地的要求维护此去而已。 目前伊拉方面组织的作战人员,依然是一股相当强大的力量。 保守估计各个武装团体的总人数,估计够十万多人。 而且这些人的作战经验相当的丰富。 他们在世界内作战过,和美联军的武装都有过作战经历。 虽然美国明知道了伊朗在做这些行为,但是都不是美国无法对伊拉本土进行打击的直接理由。 而美国在伊拉克的政府机关,却经常遭到袭击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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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